王氏要求凯特改名 凯瑟琳是贵族名字 不允许平民女子使用 哈里在自己的自传中爆料 凯特王妃原来的名字是凯瑟琳 但是因为犯了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名讳 最终不得不改名字 俗话说上下吞针 凯特王妃一路走来真是充满艰辛 因为查尔斯和卡米拉名字的首字母都是C 因此王氏以此为借口 让凯特改名 因此凯瑟琳变成了凯特 王氏给出的理由是避免混乱 实则很有可能是瞧不起这个平民女子 众所周知凯瑟琳是个贵族名字 很多国家的王后都使用过 但是威廉王子求婚后 王氏却提出了无理的要求 希望凯瑟琳主动改名字 简直就是赤裸裸的骑士 因此王氏仅仅以C字母开头的名字太短 就让凯特王妃改名字 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择舍 查尔斯当时找凯特谈话 不希望他名字的首字母跟卡米拉一样 因此才有了后续的改名风波 虽然说名字也只是个代号 但是王氏的做法却让人感觉气烦 说是为了避免混乱 实则就是看不起凯特 认为他配不上凯瑟琳这个贵族的名字 因此改为更加普通的凯特 魂后在宫中面前名字是凯特 但是威廉王子依旧称呼他为凯瑟琳 事实上当时查尔斯要求他改名字的时候 凯特内心深处很不情愿 还用暮光向威廉求助 只可惜对方无动于衷 尽管查尔斯的做法有歧视的意思 但是凯特的情商和智商都很高 魂后跟公婆关系很不错 凯特王妃接受腹部手术的时候 查尔斯国王甚至亲自到医院探望 并且还多次发文鼓励 事实上腹部手术进行的很顺利 但是中途发现患癌 直接给了凯特当头一报 婚前就是个受气的小媳妇 好不容易坐上威廉士王妃的宝座 距离后卫也是一步之遥的时候 身体居然很不争气的垮掉 自从宣布患癌后 凯特王妃一直都很低调 再也没有公开出镜过 无论是官方照还是路透照 一张都没有 这件事引发了凯特粉丝的不满 纷纷跟英国王室抗议 《皇家传记》作家 沙利比德尔史密斯爆料 查尔斯跟凯特的关系很好 甚至有种妇女的感觉 因此凯特生病期间 跟国王共用一个医疗团队 留在桑德林恶母养病 从很多细节也能看出 凯特刚刚嫁给威廉的时候 王室高层的确看不惯这个平民王妃 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得到大众的认可 凯特绝对是励志小说的女主角 凯特在结婚之前 使用的一直都是凯特林这个名字 既阳气又古典 还有种贵族气质 但是真的嫁入王室后 又逼迫他改为凯特 在这件事上 英国王室的确在见人下菜碟 事实上媒体对凯特一点也不友好 因为没有工作备受嘲笑 甚至称之为等待的凯特 凯特和威廉纷纷合和了十年 最终才走到了一起 的确很不容易 即使闹过名字风波 但是威廉还是称呼妻子为凯特林 也算是保住了最后一丝体面 王室的儿媳果然不好的